搭乘美国政府包机从武汉回美的约180名美国人 在湾区Travis空军基地强制隔离14天之后 今天终于可以回家 梁秋玉报道 这批从武汉包机回美的美国公民 经过两个星期的强制隔离后 虽然有些疲惫 但仍归心似见 燕君威和他的两个小孩今天结束隔离 丈夫专程从圣地牙哥来接他们回家 178名从武汉撤回来的美国侨民 在飞抵东湾Fairfield的Travis空军基地后 入住基地内的酒店强制隔离14天 当中包括Daisy和他两个女儿 照片显示他们在基地酒店内的情况 隔离结束后 今明两天都有专门巴士 送他们去旧金山国际机场 由于担心感染新冠状病毒 隔离者每天都要进行体检 这些男人都很棒 他们是最好的人 我不能太多感谢他们 送走了这批隔离者 另一批于上周日由日本横滨的鑽石公主号邮轮上撤离返美 抵达Travis空军基地的美国侨民也在那里开始了14天的隔离期 当中有14人确诊并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观察 目前所有旧金山直飞中国的航班已停飞 而飞香港的航班也大幅减少 一直到3月底或4月底 另外从武汉撤侨被送往圣地牙哥密尔马空军基地的约165人 也于今天解除隔离可以回家 另外还有65人将于本周稍后结束隔离 26台记者梁秋玉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